一個強權的國際地位跟影響力 不只靠強大的軍事力量 更重要的是 它履行國際承諾的政治意願 在越戰時期 美國的國力 可以說是處於巔峰狀態 而那個時候 它的政治意願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美國政府 終究還是屈服於國內的反戰壓力 對抗了它的國際承諾 那麼這一次美國 從阿富汗撤軍 顯然是因為長期在海外用兵 大量耗費國家資源 嚴重影響到國家的建設發展 尤其是眼見 中國大陸的崛起 已經對美國的國際霸權地位 造成很大的壓力 而這個壓力呢 就動搖了美國 履行國際承諾的政治意願 那麼美國這個舉動 雖然是有損它的國際信用 但是實際上是很務實的做法 不過這個做法 也讓國際社會警覺到 美國的承諾是不可靠的 美國的誠信可以說是已經完全破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最親密的盟邦 英國 反而是對美國政府批評 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強烈 連美國自己的媒體 紐約時報都警告說台灣 警告台灣說美國是不可信任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形勢下 雖然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是結合盟友共同行動 以替代川普實習的 獨斷獨行 但是美國必須加倍努力 展現誠意 而且要不忘記考慮盟友的立場跟利益 才有可能贏回盟友對美國的信任 或者恐怕很難以遂限他結盟的目標 那麼美國事實上為了 他的國家戰略利益 長期以來 是貫用假借捍衛人權 以及進行反恐戰爭之名 並且以無辜生命為代價 入侵他國 造成無數不佳 陷入混亂 民不聊生 阿富汗撤軍又增加了一個歷史 美國國際形象也再度受損 連帶也降低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美國已經沒有力了再繼續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拜登在宣布撤軍的時候 還說阿富汗戰爭是阿富汗自己的戰爭 應該自己解決 既然這樣那麼二十年前 你為什麼又干涉內陣 介入阿富汗的戰爭呢 其實美國在海外用兵 到處用兵 哪一次不是干涉人家內陣 哪一次不是介入人家自己的事情 而且按照拜登的邏輯來講的話 既然美國政府一再重生 尊重一中原則 那麼兩岸一旦開戰 這也是我們自己的戰爭 我們自己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要 尊重你自己說的話 不要介入 讓我們自己解決 而且美國政府告訴阿富汗政府 說美軍撤出以後 阿富汗政府已經至少 會成六個月到一年 這不就是明白告訴他 你終究是會被打敗的 這當然就很嚴重的影響到 阿富汗軍隊的士氣 而且你生了六個月 一年以後又如何 就是你明白告訴你 要說你就要嘛出討 要嘛投降 美國政府這種做法 是非常不道德 根據媒體的觀察跟報導 目前的塔利班分子 好像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的偏激 責任以後可能採取 比較溫和的政策 我當然是 但願這個推測是正確的 假如這樣的話呢 對地區和平安定 應該是會有所幫助 目前西方國家慌亂成一團 忙於撤退 所以使館人員呢 這個撤僑 而中國大使館好像顯得比較淡定 而且這個 7月28號啊 塔利班的這個 2號人物啊 Malala 還在天津跟王毅會的面 據報導啊 在會晤中 Malala 表示 希望獲得中國的經濟援助 那麼就中國來說 為了降低 塔利班政府 對僵獨的支持 有必要討好 維持跟塔利班政府的良好關係 所以 我認為 極有可能啊 中國大陸會跟塔利班政府 進行合作 然後 事實上 也距身在 王毅跟Malala的會晤中呢 王毅已經 邀請 塔利班政府 一旦主政 參加一帶一路的計畫 那麼 種種跡象顯示 中國大陸的塔利班 以及該地區的影響力 是在 其身當中 而且 進而 其實它在 國際上的影響力 與美國的 國際影響力 是造成 反差的發展 也 進一步的增強了 所謂的 東深西降的情勢 那麼 阿富汗事件 讓我想到台灣的處境 我們 我們六人 國安部長 在立法院 答覆諮詢的時候 都表示 如果 大陸 武力犯財 我們可以支撐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那麼我要問的是 然後呢 那我們的士兵 為什麼要為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來打仗 冒生命的風險呢 我們士兵 還會有士氣來打這個仗嗎 那麼 問題是 民進黨政府 以及 歷雲人士 目前都深陷在 美國 會救我們的 迷思當中 認為 只要能撐一個禮拜以上 就可以等到 美國來營救我們 事實上 美國從來就沒有承諾 會派兵救我們 他們所有的相關的發言 都是說 協助我們 對抗 中國大陸的武器 那麼如何協助呢 不外乎 派顧問團啊 協制訓練啊 此外啊 美國一直以來 不再強 一再地強調 鼓勵 台灣 應該加強 自身的防衛力量 目的就是要把 它汰換的武器 高橋賣給我們 把我們戰爭裁滿 那麼 各位想 這樣的協助啊 能救得了台灣嗎 啊 有一點可以確定 就是 美國 絕對 不會壞 它的子弟兵 為我們送死 即使美國 派兵援助 最大的可能 是到時候 美國還是啊 拍拍地骨 落荒而逃 到時候 台灣 是不是也是會 落得跟 越南 阿富汗一樣的下場呢 更何況 像北越 哈利班的兵力 和中國大陸的兵力 來比較的話 那這是不可同日而餘 那麼 美國連北越 哈利班 的這種兵力 它都打得 這麼的狼狽 你們能想像 美國一旦 對上了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話呢 美國的下場 會有多難看 那麼在民進黨 執政下 兩岸關係持續緊張 我當然不希望看到 兩岸兵戎相見 但是無論如何 一旦動 大家想想看 會是北京先動手呢 還是台北先動手 我想答案很清楚 當然是北京先動手 那麼北京先動手的話 它的作戰計畫 必然是閃電戰 必然是不會給國際社會 介入的時間 也不會讓台灣 有反擊的時間跟能力 所以我是認同 馬英九總統所說的 他的看法 首戰即中戰 趙財官先生說 希望阿富汗事件 不要成為台灣的前車之艦 我也但願如此 那就要看MINA 政府如何妥善處理 美中台的關係 是否才會給你 在暗影中 在暗影中 不可以讓你 不然是無理 我們會有何事 在暗影中 不可以讓你